飞碟晚餐 陈辉文时间 飞碟晚餐 我是陈辉文 2月12日 今天是底白 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 还没到元宵节 所以还是要拜年一下 祝福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新年快乐 还没元宵节之前都可以拜年 我们来跟大家报告 我们今天节目安排的内容 狗肺火车 带我们来看一下 高雄市政府的泄密 韩国瑜他要到新加坡 还有马来西亚去访问 其中马来西亚的部分 他本来要跟农业部的部长会面 这是媒体的报导 然后马国那边已经否认了 没有 我们没有这个行程 什么你们的市长要来 我们跟我们部长见面 没有没有这个行程 不知道 没这回事 那这个显然就是有人乱放消息 媒体问韩国瑜说要不要去追究 韩国瑜说不用这么严肃 这个 这不应该 不应该 这一定是你韩国瑜身边的人 去告诉记者 告诉网路电子报的记者 那谁知道这个消息 谁把这个讯息放给新头壳 新头壳是一个网路电子报 谁 那就查就好了 谁有行程表 不可能每个人都有 一定只有极少数的基要人员 才会有 那为什么不查 这个 好 那每日一句我们看 昨天啊 昨天新北地间署有个开庭 是这个李婉玉去告馆长 那新北地间署门口啊 有200个馆粉啊 在相停 那馆长说 这些人是刚好路过 这馆长是非常的恶劣 这是睁眼说瞎话 你相信那200个馆长的粉丝 是刚好路过吗 我才不相信 馆长 不要讲你自己都不会相信的话 还是你叫大家都不要来 那为什么他们还是去了 你为什么不讲说 你们来一个 我打一个 你就老人来 一个非常简单的诉讼 不要这样 这个我们待会 我们今天有辉文看社会 辉文看社会 我还在讲 我说 这个 其实这个都乱源 这个就是社会的乱源 馆长啊 他收到船票 然后他在直播 他就秀他的船票 这种行为跟当年的柯文哲 是相似度87% 柯文哲当初因为贪污弊案 被调查局开传案通知书 他也立刻就秀啊 柯文哲立刻还不及不 哎呀怎么这个 怎么国民党追杀啊什么的 结果呢 馆长也是啊 哎呀我几月几号什么 什么不来就具体的废话 馆长你是 你是第一次收到船票吗 每一张船票印的都一模一样啊 抗船集居 这是SOP 你是没了没了 不是针对你啦 你没这么伟大啦 每一个拿到船票就是船你来 你不来就是具体 那行事书法规定就是这样子啊 那那两百个管粉到底懂不懂 乱源 我们今天那个晚上七点的灰文看社会的这个主题啊 也是媒体乱源 我们媒体再次是够烂 够乱 这实在是非常的糟糕 好 第二段我们要看这个民事董事长推独立公投 结果前AIT的理事主席普瑞哲啊 他反对 这个当时普瑞哲他现在已经不是AIT的官员 他现在这个美国华府的一个智库啊 这个任职啊 其实类似普瑞哲这样的AIT的官员一堆 一堆 因为他们等于是从美国国务院退下来嘛 退休了 那退休了还是要养家活口啊 还是有账单要付啊 所以他们就换跑道 到智库啊 到什么各种的什么公关公司什么的 不是只有AIT如此啊 美国的其他的外交官员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那他们认为说这个普瑞哲意思说 如果我们推独立公投 会影响美国的利益 普瑞哲是美国人嘛 那你如果推独立公投 会影响到我美国的利益 他是提出善意的警告啦 我跟你说哦 你也不要杀这个 推独立公投 影响到我美国利益的时候 那你觉得美国会怎么办 美国他当然要维护美国的利益啊 那我是比较希望这个郭贝宏 选总统 你就选总统嘛 因为你要去改公投法很难嘛 很难 你就2020你自己选总统 然后标榜说我 我是最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我支持台湾独立 我要拼命制限独立建国 那你看你会不会当选 把它当作另类的公投啊 另类的公投 我是总统候选人 以郭贝宏跟独派的这个实力 弄个几十万的联署 那很简单啦 几十万人的联署 我记得二三十万吧 就可以选总统 保证金一千五百万 郭贝宏他开建设公司的 一千五百万 那兰山的啦 独派怎么发帕 抖内一下就一千五百万 那没问题啦 钱不是问题 联署也不是问题 那怎么样那就选了 我跟大家报告 我认为 集统跟集独的都选不上 我认为啦 很急着要统一 跟很急着要独立的 都选不上 这是我的看法 不一定对 那这个 昨天的这个台商的 这个春节联谊的部分 我们第二段也会谈一下 第一段我们先看 这个国民党的丑闻 然后再来看这个 柯文哲跟韩国瑜 我先呼叫我们的这个 Johnny 我们电台主任 Johnny今天在节目中 跟我拜年 我11点多 把我再开车 我那时候准备要去拼经济 他说 霍远哥你起床了没 Johnny 快中午11点多的 还不起床 你给他说我 我讲这么好电 然后Johnny问了 在广播问了问题 我很怒 他说霍远哥 你的节目现在还有每日一句吗 问我的节目 现在还有没有每日一句 那你表示你没听嘛 每日一句 这是我们节目的固定单元 从来没听过啊 开玩笑了 因为跟Johnny是这个 这个电台的同事 老朋友 那他跟我半年 我也跟Johnny半年 这个 祝Johnny这个 平安健康 万事如已 其实他一度离开我们电台的时候 我是很难过 因为我之前 以前 以前他的节目在晚上的时候 我都会听他那个 那个演歌的单元 礼拜二的那个演歌单元 那个是真的好听 真的好听 谢谢Johnny 我们还是有每日一句 我们第一段从这个 王金平讲起 王金平昨天接受 友台的专访 那王金平爆料说 当年2015年 这个朱立伦有征召他 可是呢 最后的新郎 不是他 那这个2015的往事 当然如果要提 也扯不完 朱立伦 洪秀柱 王金平 吴敦义 很多可以谈 我今天跟黄伟翰 这个伟翰同台 他在讲2015的事情 那后来我讲说 刚刚伟翰讲的都对 但是不要再提了 他讲的都是历史的故事 他讲的都是事实 那我的意思说 不要再提 就因为这事情都过了 国民党输赢赢就知道了 2016就连在地上 趴在地上了 连在墙壁上了 就输得这么惨 那王金平去把2015的事情 再把它讲出来 我是觉得 不厚道 不厚道 那我请问王金平 你当初跟三立的陈雅玲 陈雅玲现在不在三立了 已经跳槽了 2015年 陈雅玲在三立 你跟陈雅玲一搭一唱 说你一部中只要选总统 那这次又是演哪一出呢 你跟陈雅玲的那场戏 跟洪秀柱跟朱立伦 有没有关系 显然是无关 那你在演什么 恒心 我来说真的 要拉大家来拉 我没拉输人的 拉地上怎么办 要拉大家来拉 我人肉减减 我没差 你也说真的 大家要来拼来拼 那个不重要 你现在跟我讲2015的事情 那我也可以跟你讲2013的事情 你当初跟柯建民在讲什么 要说大家来说 说不完 朱立伦的办公室昨天有回应 说王金平是以家人反对为由婉拒 这个也很奇怪 如果2015你的家人反对 2015家人反对 那现在2019家人就不反对了 这个很奇怪 可能家人四年前反对 现在不反对 这有可能 我也就算 所以我也不想再去扯2013 2015的事情 就是大家点到为止 李四川昨天有回应 他说王金平可能把换住的时间序 搞混了 搞混了 因为如果照王金平的那个版本 王金平的版本是说 已经决定要换住了 我讲重点 因为我不要再去讲那个 王金平的版本说 已经决定要换住了 然后呢 朱立伦来拜托 说王院长你怎样 拜托王金平选总统 征询也好 征召也好 拜托王金平选总统 已经决定要换住了 拜托王金平选 这是王金平的版本 然后呢 把红旧柱换掉了 后来公布国民党派谁选呢 派朱立伦选 王金平昨天的版本是这样 那李四川啊 他那时候是国民党的秘书长 朱立伦的爱将 李四川啊 他的版本是说 大家讲时间点嘛 就是换住之前 就当初洪秀柱在领表 什么防专民调啦 洪秀柱还没有确定要选之前 有征询征召 王金平选总统 其实你再回头看 当初在苹果日报专访 故意讲的 是马英九 马英九 亲定他认为应该选总统 去领表选总统的是 朱立伦 马英九是希望朱立伦选总统 马英九故意在苹果日报 A1的专访里面讲说 朱立伦应该去领表 就国民党的党内初选 你去说 你去查 你去问话 我说的是 是孙子 我说的是健康 所以李四川说 王院长可能把换住的时间区弄混了 其实听到没有 这个是一个政客的招摇 你看2015年 大事不妙 大家避之唯恐不及 走好像背 走好像背 2015大事不妙 2019情势大好 大家就想选了 看蔡英文黏在墙壁上 柯文哲一天不如一天 刚才在取而代之 这个就很现实 我看这两天的新闻 朱祝姐 她也支持用全民调 我跟朱祝姐的 我认为朱祝姐很够意思 我想请问朱祝姐 你应不应该再出来选 大家留朋友 我去吃她豆腐 不是啊 你那时候被莫名其妙的换掉 是谁欠你 是少爷欠你的 少爷是谁 少爷就是 洪秀柱口中的少爷 就是朱立伦 你看她会去叫她少爷 你就知道 我也是点 因为我性情大变 点到为止 所以我说这是一面照妖镜 2015也好 2019也好 朱立伦他今天有讲 他说我 讲2015的事情 我唯一觉得对不起的是朱祝姐 这话没错 当初叫你们选 你们都不选 吴敦义当初连党主席都不敢选 2014 国民党惨败 马英九 拖了三天池当主席 没有人敢选 吴敦义连选都不敢选 走得好像白 马英九当时打电话给朱立伦 朱立伦不敢接 总统打电话给新北市长 新北市长不敢接 我说我都熟悉了 所以我刚才说 不用大家来拉 很多东西 我不愿意这样子 我们看这个下一题 春节的网络声量书给韩跟蔡 就是韩国瑜跟蔡英文 柯文哲说 这是伯军一笑 其实一点都不好笑 柯文哲走下坡 坦白讲 我不是很意外 我不是很意外 我也在这边奉劝馆长 馆长 就是跟李婉玉 告一告去那个馆长 每天拿那个没效 你还是要回归到 新闻跟事情的基本面 开直播 挟三字经谁不会 我现在是广播 我没办法给挟三字经 我待会会问看社会 会问看社会是网络节目 NCC管不到 猝干就挟谁不会 我挟到又砍死 不是这样子 对馆长说 我骂三字经习惯了 那是你的家教问题 什么叫做你骂三字经习惯了 你背部这样给你教的 我们做灰文看社会的节目 虽然NCC管不到 可是我自我要求 我用NCC的标准 暴力 暴力 三字经 色情 在我们网络节目 我不讲 我连碰都不碰 不能这样 还是要回归到基本面 好 那寒流的发挥 我们昨天讲 就是说这个高雄的节运 轻轨 轻轨 骑进的渡轮 爆满 都破历史记录 高雄节运一天的 日均的运量 大概17万 人次 17万 春节最高记录 37万 那是double 17万 变37万 今天那国民大会 那个美人节 他讲到一个重点 其实天下班 你看 这些朋友 去高雄 去高雄 那个什么爱河 什么那个什么 灯会 去高雄 他们去干嘛 他们去消费 他们去住 你就去两天一夜 三天两夜 你要去住 十一住行 你是去高雄消费 对不对 那跑去高雄玩的 大部分不是高雄人 你说北漂 刚好回去过年 那另当别论 北部 又去高雄 就回去看 大家过年 有些人 我过年九天 我就搭高铁 搭台铁 我就去高雄走一走 看看寒流 什么的 所以其实他们 去用钞票 挺韩国语 美人节 今天讲这是重点 他们就用钞票 挺韩国语 我没有办法 投你选票 我不是高雄人 选举都结束 你都赢了 我用钞票 挺你 我就故意去高雄玩 就这么简单 那柯文哲 今天回应 他说 台北不需要 摊贩经济 这个讲起来 有点酸 台北不需要 摊贩经济 那请问柯P 那通话街 饶河街 士林夜市 宁夏夜市 你不是说台北 不需要摊贩经济吗 那台北是夜市干嘛 师大也有夜市 公馆也有夜市 水源市场那里 怎么会没有夜市 南机场的夜市 也很有名 南机场夜市 我推荐一下 因为有点饿了 儿家卖那个 麻油 那个叫什么 应该是麻油鸡 麻油鸡 很有名 很有名 这很好吃 然后那个南机场 那个路口那边 有一个卖鸡肉饭的 不是那种鸡肉丝的 那种鸡肉饭 是一块的 切一块块那种鸡肉的 我忘了叫什么名字 不是不讲名字 真的忘了 也很久没去了 那个鸡肉饭很好吃 那那个麻油鸡也很好吃 很久没去了 所以台北不需要 摊犯经济 这个很奇怪 那媒体就把 柯文哲的话 拿去问韩国瑜 韩国瑜说 讲摊犯经济 有点严重 他说是因为 高雄的庶民经济 太萧条 你讲摊犯经济 跟庶民经济 其实高下立判 显然韩国瑜的class 是远远高于柯文哲 什么叫做摊犯 我就讲庶民经济 但是柯文哲讲的 也没有全错 我待会会做说明 那韩国瑜说 高雄的庶民经济 太萧条了 我要先拉这一块 这个是对的 这个是对的 这个就像当年 中国大陆他们 改革开放的那个初期 你看那时候很多人 他们十几亿人 土地这么大 这么多的神 十几亿的人口 那改革开放怎么办呢 我只好找东南沿海 长山脚 珠山脚 深圳 特区 我先让一部分的人 富起来 先让一部分的人有钱 我说我变魔术 让十几亿的人 同时都有钱 那是神话 不可能 对不对 那我只能让 一部分的钱 韩国瑜的那个逻辑 就这样的 我高雄280万人 我有没有办法 同时让280万人 变有钱 那不可能 那做夜市的 做小吃的 就所谓的庶民经济 摊贩经济 他是少数人 卖那个杏仁茶的 香肠瀑布的 卖那什么Q版的 韩国瑜的 那些什么的 这些 庶民经济的朋友 我跟各位讲 有些根本不是高雄人 你去 你去看我讲的 对不对 其实有的不是高雄人 是其他县市 跑去拼经济的 去做生理 那我刚讲 就是说柯P这个 也不是完全不对 柯文哲说 台北是首都 有首都的格局 要发展大规模 长远的经济 柯文哲讲 这个是对的 我不是柯黑 我也不是韩粉 我也不以人废言 柯文哲讲的没错 那我们再回到韩国瑜 韩国瑜今天讲 如果高雄要大鱼大肉 仍然要拼产业这一块 产业升级 你看我们讲几年 李登辉十二年 阿扁八年 马英九八年 蔡总统两年多 中卫共加起来 他们三十年了 三十年的时间 拼着都失败了 产业升级 划二十几年了 你去问马凯教授 看我说就对了 产业升级讲几次了 讲几年了 讲到都烂了 阿你看喔 以总统的官党到职权 产业升级够失败 我是总统 我党政军一把抓 阿我又完全执政 立法院又听我的 除了阿扁之外 立法院又听我的 阿我说要产业升级 结果失败 我请问你 高雄市 怎么可能产业升级 熊青 我要逼他选总统吗 我昨天跟你讲 就算他去选总统 我一样坐在这里 我没可能去做部长 我也没可能去做什么 当事长 轮也轮不到我 我连受人 一颗感觉 我就不好意思 我不会去分店那个东西 这是原则跟个性的问题 我就是龟毛 阿我跟你讲说 我希望他去选总统 不是说我是 另有所图 我是跟你讲说 如果他真的要让高雄 有大鱼大肉 让高雄做产业升级的话 高雄市是做不到的 高雄市 高雄市政府 他今天点名 金发局 金发局根本没办法做 因为地方 县市政府的局处首长 他是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政策工区去做 所以回到我们这个 低端这标题 高雄市无法拼产业升级 唯一的路是选总统 我跟你说 鄉親我说这个没输而已 韩国会去选总统 他也动算 如果韩国瑜当选总统 拼经济不一定会成功 你不是叫他选吗 我一直叫他选 我说 如果韩国瑜当选2020总统 他拼经济不一定会成功 但是 他如果不去选总统 他留在高雄 他拼经济一定失败 他就只能去拼 庶民跟摊贩 你那时候的意思 如果他留在高雄 说我就做国瓶市长 做细尼 那你就只能去拼 那些知捷的东西 什么灯会 什么名人代言观光 什么秃头节 什么卖农产品 卖鱼产品 那些东西就刚好 被林卓水讲中 被陈文倩讲中了 林卓水跟陈文倩都讲过了 其实在这两位是前辈 猜他们两个讲之前 我也早就讲过了 所以我刚说 柯文哲讲的话 不一定是全错的 你庶民经济跟摊贩经济 你只能自标 而且是一部分的标 高雄280万 280万都是摊贩吗 不可能吗 绝大部分不是摊贩吗 高雄又老又穷 爷爷不疼奶奶不爱 都是污染的工业 你说我做国瓶市长 我来让高雄脱胎换骨 我在高雄让产业升级 那个叫做说谎 OK 那个叫做莱尔 柯文哲就是柯莱尔 白菜人 我如果跟你讲说 我做高雄市长 我用市长的新婚 我有法度给高雄产业升级 那我就是莱尔 你也真的要担政策 真的好 高雄脱胎换骨 你跟一条路 農助高交一百空一交 就是选总统而已 我又先打玉皇珍 even你当选的总统 你也不一定会成功 平经济没那么简单 李定輝 丹水扁 马英九 蔡英文 糟糕到要死 这四个人都自恃甚高 给大家当笨蛋 我问你 这几个总统 哪个变经质的先说 哪个先说 废里晚餐 我是成为我们这段谈 两岸跟同途的问题 然后我们待会要开放call in 这是喜乐岛联盟的召集人 也是民事电视台的董事长 郭贝宏 郭董他一本星是建设公司的头家 以前也是海外的黑名堂 那还以前也是这个 态度联盟的主席 甚至独派 独派神败 那民事这个喜乐岛 他们推的这个统都 要先去修公投法 所以他们一个一个去问 所有的立委 在二月底之前要表态 说你赞不赞成修公投法 蓝绿立委 一百一十二个他通通都问 那我要问干嘛呢 就是说你如果 如果支持修公投法 那是不是能够赶快修 把它修成能够统独公投 独立公投 这是郭贝宏跟独派的 一个操作 他们的一个活动 二月底很快 今天都二月十二了 那前AIT的理事主席 普瑞哲 他在美国华府的智库 那他这个写公开信 他就跟这个独派 还有跟郭贝宏喊话 就说你也是要撒这个 简单讲 他就说那跟我们美国的利益 普瑞哲是美国人 跟我们美国的利益 是有冲突的 那听到没有 我是这么觉得 因为这个2020的一月就要投票 就现在不到一年 你在这种节骨眼去修公投法 难度几乎是这个很难 包括那个同婚有没有 同婚要修法 我觉得也很难 我跟你讲实话 我不认为立法院会在大选之前 去碰这个 不会 我认为不会 那有人讲说 那大法官不是说几月几号 两年啊 就几月几号的时候要这个 要修法 我跟你讲 大法官的日出条款跟日落条款 对立法院是没有约束力的 没有约束力 大法官规定你两年之内要修法 你如果两年之内没有修法 会不会怎么样 不会怎么样 我讲的是真的 好 那那个 我们回到公投法的部分 修公投法恐怕不会成功 恐怕不会成功 我是建议郭备宏就直接选总统了 之前有讲说建议郭备宏配彭文正 也是民事的这个朱祁琳 那最近讲说郭备宏配那个范云 那个盛民党那个范云 台大的那个教授 当初这个 这个野百合学运的这个 学运领袖 那个范云 范教授 那不管他跟谁搭啦 我建议郭备宏出来选 选出来看几票 那快点 因为统派也有人要出来选嘛 我就不点名了 欢迎啊 只要你能够过联署的门槛 然后缴较一千五百万的保证金 那去选啊 看你拿几票啊 我认为那个不是社会最大公约数啊 好 我们看这个昨天啊 呃 这个台商的春节连移 蔡总统亲自去 致辞 他说啊 希望台商制造改为台湾制造 他希望台商能够回流啦 好 其实台商啊 从李登辉总统时代到 大陆去投资啊 盖工厂什么 到当时的什么 什么什么积极管理有效开放什么 到阶级用人 一路这样下来 其实这些年来 包括马总统那个时代 我们都一直 很希望台商能够回流 好 很希望啊 好 但是台商他们是用脚投票 他们都姓李人嘛 都大陶级嘛 好 他一定是将本求利嘛 我的工程要开地台较好 好 开地外人较好 还是开地美国较好 我有我的考量嘛 啊 台湾是不是你的故乡 是啊 你爱不爱台湾 我爱台湾啊 可是我的工厂我要雇啊 所以回流没有那么简单啦 他们一定是精打细算嘛 找那个什么 什么会计统计 总务那些各种什么 什么副总啊 什么执行长 什么的研究老半天嘛 看到底 怎么办啊 所以蔡总统呼吁 我看比较像是喊话 比较难成功啦 好 那昨天参加这个的人数啊 参加台商是近年最多 但是指标性的台商 譬如北京的台协的会长 北京 大陆的首都啊 北京他们的会长 我们台商会长没来 上海 上海是大陆的第一大城 没来 为什么指标性的台商会长都缺席呢 为什么 我们看中国时报 那位珠海的会长啊 他去年就提五缺的问题 去年就提五缺 五缺 那你去年提的那问题有解决吗 这个就是赖清德的盲点 赖清德昨天接受网络节目专访 那什么耍萌啊 那些我就觉得很无聊 就赖清德以为他做的很多 其实他做的不好 听到没有 如果五缺这么好解决 就像我前面讲拼金记一样 如果拼金记这么简单 为什么前面拼金记都失败 如果五缺这么好解决 为什么前面的林权 更早之前的什么 张善政啊 毛治国啊 江仪化啊 吴敦毅啊 刘兆选啊 陈冲啊 那为什么以前的行政院长都失败呢 五缺没有那么好解决啊 靠加甘丹 那这个台商还讲 他说新年新希望 两岸不要往下走就好 所以在大选 这九合一选之前 我就跟大家报告 因为选举以后发现 那个输得很惨啊 民党 我想也没有民调能够算算 民党在输 输得很累 那我当时跟大家报告 去年底我跟大家报告说 我们当时要观察蔡总统 他要往哪个方向移动 他会不会像陈水扁一样 就是建设回想起来嘛 你们都骂我 都搞陷 那我就去往赌派移动 我就去讲去中 胡搞瞎搞 去掩饰他的贪污 就当年陈水扁就这样干嘛 那无论如何 至少蔡总统没贪污嘛 但是对不起 那蔡总统在九合一惨败之后 他要往哪边移动 他也看到姚文志的得票 姚文志就是17%嘛 你标榜很毒很毒 你就是拿到17% 你赢不了啦 我也不太能讲 姚文志虽败有荣 但是他就是输 他就是17%而已 所以很担心蔡总统 会不会这个啦 所以这个台商讲说 新年新希望 两岸不要往下走就好 那谈到两岸关系 蔡总统说 从来不反对两岸交流 这个其实他以前就讲过了 什么善意不变啊 什么不变什么的 那蔡总统说 两岸争议都可以 也应该坐下来谈 其实这些都是空话 所以我跟大家报告说 我希望2020年中统大选 是一个统突辩论 那大家可以 谈出一个所以然 蔡总统你说 要跟阿公坐下来谈 从来不反对两岸交流 但你要先回答 我call in的第一个问题 我们节目call in的第一题 两岸关系的本质是什么 两岸关系的本质是什么 賴清德说两岸是朋友 柯文哲说两岸是夫妻 站在老共的立场 如果你是老共 柯文哲说两岸是夫妻 我跟你谈啊 你要办三层论坛 办啊 办台北市大运 我支持啊 你说两岸是夫妻啊 我挺你啊 对不对 賴清德说两岸是朋友 不要讲敌人 两岸是朋友 朋友就不是一家人啊 那不是一家人 我连谈都不跟你谈啊 兄弟兄 我不是帮习近平讲话 我不是帮阿公讲话 我们要知己知彼 才能百战百胜啊 我们要了解人的 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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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困难 你不承认两岸是一家人 你不承认两岸是同一个国家 我怎么跟你谈 蔡总统说我们坐下来谈啊 我坐不下来啊 2015年为什么有马熙会 为什么 马英九就是九二公司啊 就是一中各表啊 习近平说好 那来吧 那大家来新加坡见个面吧 就这样 那蔡总统说 不要有任何政治前提 大家坐下来谈 不反对两岸的交流 这些都对 但是蔡总统 我们要了解是 现在整个国际社会的这个 都不站在我们这一边啊 天时地利人和 国际社会的现实 我们的经济的处境 我们国际的处境 都不站在我们这一边啊 没有人会挺我们啊 谁会挺我们 美国 日本 欧盟 英国 法国 德国 俄罗斯 这几个大的国家 谁会挺我们 不会挺我们啊 他们考量的是 他们国家的利益啊 你光是要推统独公投 普瑞德都出来打枪啦 他们当然是考虑 他们跟阿公的关系嘛 会不会把我们当成棋子 会不会利用我们 我们要担心的是这个啊 公不公平 本来就不公平 两岸之间的 他们人那么多 拳头那么大 赢单飞单那么多 怎么会公平呢 我们打也打不过 骂也骂不过 跑又跑不掉 本来就不公平啊 那怎么办啊 蔡总统昨天在台商的 那个春节恋意的致辞 1942个字 1942 讲台湾讲了14次 讲中华民国讲0次 我讲中华民国总统不喜欢讲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的总统不喜欢讲中华民国 来 我们来开放我们的这个 Coin的电话 来 0223639955 控制2363 记忆说 昨天是 对 昨天是诸年的第一天 那我们今天是诸年的第二天 欢迎听到朋友来上线 我们的Coin的这些点 所以我说蔡总统你要去谈到这个两岸的这些东西 你就要跟他坐下来谈 没有这些 其实阿公他不会点头的 阿公不会点头 我去年就跟他讲了 我说从M503航路事件讲 M503可能大家都忘了 你不承认九华共识 他不会让你好过的 如果蔡总统不承认九华共识 当八年总统 当四年总统都没事的话 下一个总统他也不会承认 不承认又没事 我干嘛承认 其实两岸之间的竞争 我讲实话是非常的不公平 非常不公平 对咱就不公平 来023639955 来我们的Coin来 贝德晚餐你好 喂是辉文吗 大哥你好 您住哪个贵姓 我是台北的魏先生 台北的魏先生 魏先生 请说 你要把你的喇叭关掉 魏先生 你要把你的喇叭关掉 好 好 好要把他关掉 没有没有我是直接把网路关掉 网路关掉 对这样也可以 来来来 来魏先生 我们从第一题来 两岸关系的本质是什么 两岸一家亲啊 一家亲 所以是一家人 好 对啊 如果一直拖下去 对老百姓有利还是不利 是什么拖 如果一直拖下去 对老百姓有利还是不利 不利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还是靠另外一边来帮忙 救我们的经济 靠对面来帮忙 对啊 互相帮忙嘛 好好好 来魏先生 那第三题我要问什么 就是要给蔡东隆什么建议 那是第四题 第三题是统一的话 老百姓的代价是什么 呃 你都没有 政治 民主 只是说自由 比较 最少很多啦 自由的部分 民主的部分 就是民主 政治会少了很多 好 那如果独立的话 代价是什么 大家准备对干啦 魏先生 这么多人在听可以文雅一点 我们又不是馆长 就会被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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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修理 这样 没有啊 就是就是准备打仗啦 打仗啦 打仗不要不要讲背那个啦 就打仗这样比较好 微晚一点啦 魏先生 来来来 最后一题来 给蔡总统两岸政策正面的建议来 来 早点 还是回归赶快承认九二公事 你回头是案吧 他就没有办法承认 你这不要承认 他如果他不承认的话 他只要打啊 他承认他怎么跟独派交代 知道啊 独派交代啊 魏先生谢谢 谢谢啦 你 谢谢魏先生 谢谢你 谢谢 他说叫蔡总统承认九二公事 他说承认的话 独派就抓狂了 那个那个什么 什么郭背红啊 特定媒体大家都抓狂 魏先生谢谢 我要接下一通来 北里晚餐你好 哈啰你好 大哥你好 喂你好 你好 是你 有共有机会来 你好 你好 我是上海的张先生 上海的哪一位 张先生 张先生你的电话有点小声 张先生 好的好的 我找一下 你好 你好你好张先生你好 是上海张先生 对对对 新年好 新年好 来第一题 两岸关系的本质是什么 两岸是雪晶不是阴晶 两岸是雪晶不是阴晶 所以两岸是一家人 不是结婚来的就对了 对对对 好 那张先生如果一字突发区对我们台湾有利还是不利 我认为是短多长空 短多长空 为什么 为什么长空 因为长期来讲台湾要想发展经济必须要要不然就是科技上有突破 要不然就是参与到规模经济力的 但现在来看科技上恐怕没有什么大突破 所以必须要参与到一个规模经济力 规模经济都被你们封杀了都进不去啊 所以说这就要靠领导人的智慧啊 你还骂我的领导人 来 如果同意的话我们台湾老百姓有什么代价 我听到很多网友说是失去自由 其实我想修正一下 应该是失去喊台独的自由 其他的自由都是有的 你也可以看成果日报 你也可以亲户状下社会 来 你给我来这头 那如果独立的话老百姓代价是什么 独立的话就比较兵凶战威了 哇这个有学问了 来兵凶战威都来 给我们蔡总统两岸政策正面的建议来 就是警戒 小心14亿人和2300万人的敌意 正面冲突 你说把14亿人跟2300万人的敌意 降低冲突这样子 对对对 还有第二条建议是 可以给可以增加一个建议是给 习大大的建议 没没张先生习大大的建议你就留着吧 习大大我管不到 好谢谢你 谢谢你 张先生要给习大大的建议 张先生你自己保重 习大大我不熟 那他说希望蔡总统降低两岸政业冲突 这个我同意 这个这个 不要什么什么兵凶战威 这个就不好 来我们来这些通 022363995来 菲利晚餐你好 哈喽你好 喂大哥你好 喂伯仁哥好你好 嘿您住哪个姓 嘿 嘿 没有啦不是我 是你啦 喂喂喂你还说话啊 哦是我是我我以为我没打进去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来你会去买肚子了 没有啦没有我我我今年第一次打进来 去年我打进来一次很开心 你住在几岁 我住宜兰小时小时石头的石 小时你好嘿 小时那你去年的答案今年有变吗 有点变 来来来两岸关系的本质是什么 算很远的中青啦 中青喔所以是一家人吗 就学员文化上算算是 好啊如果一直这样拖下去对老百姓有利还是不利 拖下去我觉得不利 嘿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 享受到他们经济成长的红利啊 可是人家经济成长红利跟我们无关啊 啊没有啊因为我们我们要 哦因为是中青所以可以分一点就对 对嘛分一点 分一点人口红利啊 对不对 这个规模经济什么的 好 对对对对 那如果统一的话老百姓的代价是什么 哎那就是没有办法选举的啊 选举 对啊然后讲话不能 这么这么随意的骂政府啊 骂领导人啊 那独立的话代价是什么 独立哦独立可能很惨 可能很惨 哎那小时 袁孝季还没到我们点到为止就好了 很惨就好了 来小时给蔡总统两岸政策正面的建议来 哎我觉得应该要且战且走啦 就是嘿应该要用另外一个名词 或者是想办法说就是若干程度的承认九二共识 说若干程度的 呵呵呵呵 讲是简单啦 可是小时你也知道很难很难处理啦 对这个就是难的地方 所以台湾不管谁来做都很难 对啦这个我同意 谢谢小时新年快乐谢谢你 谢谢 谢谢小时讲没错 中华民国总统很难做 当选之前大家都曝光没错 以上座商会之中 吃那个一样吃这个一样很难做 我们国家处境很困难 北京晚餐 我是陈辉 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美剧 听到没有我们待会有辉文看社会 待会七点 请大家转台到YouTube 是我们诸年第一集的这个 辉文看社会的节目 礼拜二跟礼拜四的晚上七点都有 那今天美剧剧啊 待会我们这个 呼吻看社会也会提一点点啊 是这个馆长昨天出庭 到新北地检署 结果大门啊 有两百个粉丝 管粉 在声援他 向庭 那馆长自己讲的哦 他说检察官问他 为什么这么多人来 馆长说他们是刚好路过 刚好路过 你信吗 我是不信 好我们看这个高雄市 我先给大家看这个 这个报纸 今天刚好没有秀 来来来 这韩国瑜 他的一个小吐嘴 其实他 他当选以来 吐嘴不断 他当然有做好的 也有做不好的部分 那听到没有我的原则是这样 做的好的一定鼓励 做的好的一定鼓励 那做不好的呢 二话不说一定批评 你现在看到这个是 中国时报的社论啊 这个昨天跟今天的 这个中国时报社论 他的系列的专题啊 是韩国瑜啊 为什么韩国瑜应该选总统 我把它调整一下 这个有点这个位置的部分 还是有点反光 我们待会再用比较好的画面 到我们这一集的这个封面 他已经连续登两天了 中国时报社论 为什么韩国瑜应该选总统系列 系列一跟系列二 这个调整相有比较好一点点 拍谁啦 因为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很像又有点不太那个 没关系 我再请我们梦云来抓一个 比较好的画面 这画面都不是不是很理想 因为我们我们直播没有 没有摄影师 那韩国瑜的突辑 就是他出访的行程曝光 网路媒体先写 说他到新加坡 跟马来西亚的这个行程 结果马来西亚的媒体 拿着昨天的新闻 去问马来西亚的农业部 说 那个高雄市场韩国瑜 说来跟你的农业部长计兵 农业部说没有啊 没有这回事啊 那就吐息了 那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回我们国内 那媒体问韩国瑜说 要不要查高雄市政府的 这个公务人员泄密 韩国瑜说不要那么严重啦 韩国瑜这个态度是错的 因为韩国瑜是心虚的 昨天网路电子报 登这个新闻说 哎呀那个什么新加坡 马来西亚行程的时候 韩国瑜他是承认了 昨天记者问他 他说啊对啊 我们安排跟这个新加坡 马来西亚的朋友啊 见面啊 然后推我们高雄的什么观光啊 农业产品 他昨天没有否认 韩国瑜你错的地方 他说如果我是韩国瑜 昨天你们记者问我说 哎那个市长 你不是要去什么新加坡 什么马来西亚访问行程 你第一时间 哎 我这行程还没确定啊 你们怎么会知道呢 你昨天的反应应该是这样子啊 你昨天侃侃而谈 今天被马来西亚打枪 说哎呦这个我们这个 这个公务人员不应该泄密啊 应该这个保守什么 那你前后不一嘛 你就双重标准了 太明显的吐嘴了 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明天见拜拜